奇怪 火水壺也可以冲浪吗 别误会 这是为了宣传这次国际冲浪赛 特别召开记者会选在火水壺 此次邀请到澳洲国际裁判长 还有全世界最受瞩目的青少年冠军选手 等来自国外好手一起参加今年的盛事 我想 刚刚我坐在底下 先跟我们的总裁判聊了一下 我们总裁判是从澳洲来 他第一次到台东来 他说他昨天到台东 今天早上有去冲了一下浪 他说台东这个浪真的很棒 所以我又更有信心了 因为接下来我要讲的话 第一个就是 这个2012台湾国际冲浪公开赛 是台湾有史以来最顶级的冲浪赛事 他有几个理由来支撑这样的一个论点 第一个就是 在这个季节 在台东的浪 是全亚洲最好的浪 刚刚我们的总裁判又再一次 跟我验证了这件事情 第二个 我们这次的比赛所提供的奖金 是台湾任何冲浪比赛 其实听到这个冲浪 我的印象中好像是在电视上才可以看得到 结果 黄县长上阵以后把这个冲浪带到台东来 这个是真的真的不可思议 因为台湾 台湾四面环海 尤其台东 那个我们外国朋友听得懂吗 欢迎一下 台东又是太平洋 很漂亮的 美丽的太平洋 所以我们有真的美丽的海 所以太平洋的浪很漂亮 县长黄建廷 副义长陈宏宗 以及县议员张国舟 陈志峰 颜慧梅等贵宾 都到场参加 今年的赛事是比较ASC的顶级赛事组别规划之外 还分四组 有男子短板 女子短板 以及长板混合与青少年组 总奖金今年更是台湾冲浪史上最高的60万元 所以我非常感到ASC来到这里 我非常感到这些游戏人员 从澳大陆 全世界都可以来这里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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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一部分我的私认为 所有的游戏人员 你应该来这里 我们在做的正面 我们爱的 所有游戏人员 然后我们的游戏人员 我们应该来给大家一个招待 本次活动从11月14号到11月18号 大家不妨都可以到金尊去体验一下冲浪赛的刺激以及精彩 另外主办单位还规划了冲浪工艺教学 冲浪表演秀以及进阶演习等 要让民众好好体验台东东海岸冲浪快感 东台宣布陈静雄的采访报道